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 然后我在这碰到了 猛宠的博主 你好,大哥 哈喽,大家好 我有点请教 你的账号叫什么名字 账号叫陶哥和雪纳瑞兄弟 陶哥和雪纳瑞兄弟 正好在这碰着了 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大哥是猛宠的博主吗 我不是带着二狗吗 因为我是第一次养狗 我正好在这碰着了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一下 问一下哥 那大约你家养了几个狗的 两只 两只 就是叫啥年多 两只雪纳瑞 两只雪纳瑞 养了多少年了 三年 三年一个四年 因为我是第一次养狗 我就是没有啥经验 就是他特别愿意吃 什么都愿意吃 在地下捡着什么都吃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 他真吃到东西呢 有没有关系 那肯定有关系了 其实这样的就是训狗来讲 就是说方法来说 方法在抖音上 你去看很多训狗的专专业的 他都有各种你要遇到的问题 他都会给你解决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你对训狗 你一定要有耐心 你一定要有耐心 就是说他一个动作 可能会 你要叫他三个月四个月 他可能成功 一定不能不要起 不要就轻易地打嘛 就当时言语上面 有给他感觉有压力 或者轻轻拍一下 打一下 就不能太精彩 就不能太精彩 这种目标力 就是对他们的 有关系 最关键 像我家养的两个水辣队 我基本上教会他们滑滑板 但是雪辣队的性格 就是不适合滑滑板的 就是无论 基本上可以滑 但是就是一定要在比较安静的地方 那出去外面以后 他们就想着去玩的了 就尤其他的特点来讲 就是跟犬类不同种类的犬类 他有不同的特点 可以看他特点 他最大一个 我就说要有耐心 你不要以为他一个月 一定会去贵两个月 所以看着他 不让他乱吃骨头 你要对他们有耐心 因为我们养的狗 好多人都告诉我 他不进化 你就打他 打他打下来就好了 你反复的训练是一定要有方法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 那你去走骨头 肯定有这种方法很多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你说真的是很细的一些专业的工作 他特别聪明 但是别的我就不太会 就是比如说复杂一点的 你像我的两个狗滑滑板 我也是去走骨头去找的 因为我要去看很多 看哪种方法比较合适的 那他们吃东西就是说 就必须光喂狗粮吗 那不是 那可能就是蛋白质啊 然后五公酥啊 吃蔬菜这些萝卜啊 他能吃都是要吃的 他都可以吃的吗 对啊 哦 就是咱们吃的东西他都可以吃是吧 那种不能有盐不能吃 哦不能吃太咸的 鸡骨头那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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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饿还是 吃啥子我就不知道 吃吃草的 我是遇到过 就说可能是缺了维生素啊 或者消化不好 哦 吃点东西啊 不可能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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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 好好好 哎哎哎哎哎哎 哈哈哈 哎哎 他总喜欢 喜欢咬我 他不是真咬 他不是咬 他就是亲热嘛 我家两个个 有一个也会习惯要改 对我怕他咬 咬习惯大了 他也咬 万一咬一口 现在咬没事 咬着玩没事没有感觉 因为牙也不厉害 大了万一咬一口怎么办